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沃尔都语老师 Aisa,大家还记得我吗?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呢是节日 节日呢,叫Tahua 一说到节日呢,我们肯定就非常的高兴,激透 就像中国一提到节日,肯定我们会想到春节啊 还有国庆节啊,还有其他的传统节日 代表一种喜庆 那我们来看巴基斯坦有些什么节日呢? 来看第一个 巴基斯坦的节日呢,就怎么读呢? Pakistani Tahwar Pakistani Tahwar 这个Tahwar呢,是节日的意思 我们来看第一个 叫Aida Allahi Aida Allahi 是载生节 载生节呢,是12月 但是不是我们农历的或者是公历的12月 而是伊斯兰叫它伊历的12月 所以说有一点区别 看第二个 9月24号 9月24号呢,就是 它每年的载生节不一样 今年呢,是9月24号 但是它还没有到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是开摘节 开摘节呢,跟载生节它是相连的 它是伊历的9月份 就是每年的开摘节呢,跟载生节它的距离相差三个月 就是每年的载生节和开摘节 开摘节之后呢,就是载生节 以伊斯兰教国家呢,这个开摘节是非常隆重的 它每年的都不相同 比如说像今年 比如说开摘节是9月份 但是9月份呢,每年 一年它把一个月的摘 连续三年之后呢,它就 9月份把三年摘 然后呢,每隔三年换一次 那是这样的 开摘节叫Aid Factor Aid Factor 开摘节是什么时候呢 开摘节像今年呢,是6月18号 但是伊历呢,它是固定的 伊历的9月 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 公立呢,今年是6月18号 但是每年都不相同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国家的国庆节 国庆节怎么说呢 高米丁 高米丁 高米呢,是民族国家的意思呢 丁呢,是日子 日期的意思 一天的意思 国庆节是什么时候呢 它是3月23日 这个呢,就是固定的 每年的公立3月23日 就是它庆祝巴基斯坦 独立的一个日子 所以说1956年3月23日呢 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呢 以前呢,巴基斯坦是属于印度 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呢 以前一个国家 随着印巴分治呢 然后它独立出来了 然后把3月23日呢 定为了国庆节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是 叫独立节 独立节呢 也就是跟国庆节差不多 它是庆祝巴基斯坦独立 那么国家的总理呢 一起呢就庆祝 然后对巴基斯坦独立日 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看是 是8月14日 这个呢是公立的8月14日呢 它是固定的节日 不像宰生节、开德节呢 它是每年有变动 那我们把巴基斯坦呢 还有其他的节日 像总统的节日 还有穆罕默德的三日的节日 然后还有他们国家的一个诗人 一个巴尔的庆祝的节日 诗人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节日 那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列了这四个 然后我们主要 今天给大家介绍 宰生节 那我们看下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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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伯拉姬 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叫伊布拉姬 他是一个圣人 那还有他儿子 叫伊斯玛伊尔 伊斯玛伊尔 这个呢 他的父亲 叫阿布 那伊斯玛伊尔 那伊斯玛伊尔那是他的儿子 那伊斯玛伊尔那是他的儿子 因为这个是伊斯玛伊尔的节日 因为这个是伊斯玛教的节日 就是穆斯林的节日 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个名字叫 胡尔邦基 他是起源于古代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古兰经里面的故事 很多穆斯林呢 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说的是 伊伯拉姬呢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人 他经常以大量的牛羊骆驼 为献礼 以这种方式来敬拜真主 对于他的虔诚和无私呢 很多人都不解 就是很困惑 当时呢 伊伯拉姬 他老来无私 然后呢 非常烦恼 于是呢 他就向他的养主 就向阿拉祈求 如果呢 给他一个儿子呢 他将以这个儿子来献给阿拉 绝不联系 后来呢 他的妻子呢 真的生了一个儿子 就取名为 伊斯玛伊尔 这个伊斯玛伊尔呢 就是他的儿子 伊斯玛伊尔呢 到来呢 给他们 伊伯拉姬 和他的妻子呢 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非常高兴 随着时间的退役呢 伊伯拉姬呢 把他许愿的事呢 给忘了 于是呢 伊斯玛伊尔呢 也长得了一个英俊的少年 然后呢 安娜的考验就来了 在梦里几次遇事 就是告诉伊伯拉姬 你要实现你的诺言 就是呢 伊伯拉姬就像他的儿子 伊斯玛伊尔呢 就说明了原由 原委 然后呢 把他带到米纳山 这个米纳山呢 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地方 这里 这个呢 这个呢 山叫巴哈隆 它是一个副寿 巴哈隆 巴哈隆 山脉山的意思 大山的意思 这个谷呢 叫 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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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山谷 然后呢 就比如说 这个呢 把他带到山谷来 沙特阿拉伯的 那个座山呢 叫米纳山 带到那里去 想把他的儿子宰掉 然后拿来献给他的羊 他的儿子呢 也非常孝顺 也服从了他的父亲 于是带到米纳山去呢 当他的父亲 伊伯拉姬 要举起刀来 宰他的儿子 伊斯玛伊尔的时候呢 天使呢 就带着一只 黑头白羊 来就把他输了 从此呢 就有了宰生节 现在呢 宰生节 被传开了 这个故事呢 说的也就是 他证实的这个梦 也表示 象征着 人们的怜悯 尊严和信仰 从此以后呢 宰生节就有了 那宰生节呢 就是这样 入来的 这个故事呢 只是宰生节的由来 我也给大家说了 那我们看宰生节 宰的是什么呢 宰生节 它宰的声序是 局限于牛羊骆驼 其他的可以吗 然后我们来看 那牛 牛叫 母威士 母威士 母威士呢 是统称牛 这些像 其他的 黄牛啊 水牛啊 还有其他的 就是 所有的牛 都叫 母威士 就是 这种 山序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黄牛 在巴基斯坦呢 它黄牛呢 跟水牛呢 它是有区别的 叫 鸭鸭 鸭鸭 叫黄牛 就是 一般我们在中国呢 吃的 这个牛呢 叫黄牛 就是黄牛肉 但是在巴基斯坦呢 它吃的是这个 水牛 水牛 Bans Bans呢 它提供奶 也用于 耕种啊 这个水牛 Bans 它 一般呢 是黑色的 皮厚 而这个黄牛呢 它是生活在 这个山上 这个水牛呢 Bans 还有其他的呢 其他的叫 这个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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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绵羊 我们宰生呢 主要就是 用牛羊 但是这个是绵羊 然后我们来看 不能是鸡 Mur 不能用鸡来 做宰生节 Mur Machi Machi 这个呢 是鱼 鱼也不能用来宰生 Machi Machi Battach Battach 那是鸭子 鸭子呢 在巴基斯坦是没有的 就是 如果我们去巴基斯坦 那想要吃烤鸭呢 这个是 巴基斯坦没有 鸭子呢 就烤不出来 骆驼也可以用来宰生 那骆驼是怎么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Wunt Wunt 骆驼有两种 一个呢是 双风鸵 又是呢是单风鸵 这个呢叫单风鸵 你看上面才有一个鸵 这个呢叫单风鸵 在身间呢可以骆驼 我们来看山羊是什么样子的呢 Bagri Bagri 这个呢还没有长过 你看巴基斯坦对这个羊 非常的善待 然后把它呢 躺在头上 这个呢叫Bagri 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些词 这些词 Mu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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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i Gai 黄牛 Bans Bans 水牛 Bair Bair Mu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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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我们要做再生节 那怎么去买羊呢? 我们来看一下 Gisim Pagri Haritin 这个是怎么买羊 然后下面是阿里和斯拉里哈的对话 Pagri Hutehi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沃尔都尔的对话 所以他说 Gihan Mojuda Gihan Ajao Deku Meg一个阿千巴 Torza Berli Ciahtih 有羊麦吗? 所以他回答 是的 Gihan Mojuda 是的 Gihan Ajao Deku 过这边来看 Gihan 是这里的意思 Gihan 是这里的意思 Gihan 是过来 Gihan 是过来 Deku 是看 看的意思 Gihan 然后阿里说 Gihan Ajao Deku 我想要一支好的 Gihan Ajao Deku Meg一个阿千巴 Torza Berli Ciahtih 这个Meg那是我 Gihan Ajao Deku 一个就是一个量词 是像中国的一个一支 的意思 Gihan Ajao Deku 那是好的 这个毛色好的意思 Torza呢 Torza是一个副词 那后面我们再跟大家解释 Balini是大的意思 过载心结 然后买羊 那就是 他们拉着羊出门 然后去市场上卖 然后我们再看 后面的对话 这个 然后呢 Sulha说 Besufitwana Lijjau Yachahe Bantara Hazar Rubi 就是说 你拿这支去吧 这支非常好 一万五路比 然后 阿里说 Tikhe Yihis Sukriya 好的 好的就这支吧 谢谢 然后呢 买羊非常简单 反正我们开上了就买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对话 阿里说 Abi Yesu Fitwana Lijjau Yachahe Bantara Hazar Rubi Ali说 Abi Yesu Tikhe Yachihahe Yachihahe 这里呢 有一点小错误 这个 He 它这里打错了 叫 Yachihahe 少打了一个字 大家注意啊,这里老是粗心了,把这里打漏了 那这个梭利哈阿里呢,是名字,我们可以互换 然后这个对话呢,我们自己就可以说了 自己也可以,两个同学之间呢,可以对话 这个对话呢,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单词GESE,怎么样,如何的意思 GESE,HUDDE,HUDDE,这个是有识的意思 相当于,这个词呢,它有很多意思 它也可以当十一动词,也可以当联系动词 这个HUDDE呢,它是后那变来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HUDDE呢,是HUDDE变来的 HUDDE呢,那是它的原形 HUDDE呢 它是它的现在式动词 这个AJAO,是过来的意思 它是一个组活动词,是AJA NA变来的 那我们看Ajana,Ajana变成Ajau,Ajau这里是命令,但是这里有礼节比较委婉,然后他是请他过来看,Ajau,如果这里把Ajana拿去掉,然后加上个Wawu,加上个小Hamsana就变成他的命令,如果把这个Wawu去掉,那叫Ajana, 这个呢没有礼节,是第二人称你的命令式动词,然后Deku是看的意思,这里呢是命令式动词,是你看的意思,是他的原型是Dekna,Dekna变成了Deku,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Na最后这个单词的Na去掉,然后叫Deku,是第二人称 这个单词你的命令式,这个呢是复苏的命令式,也就是说这个呢有礼节,跟这个呢是一样的,这个Ajau跟Deku的变化是一样的,然后这个Torasa,Torasa呢是很少一点点的意思,它是一个副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Alito,是一点点很少的意思,还有Wawala,Wawala呢它是什么什么的人,拥有什么什么的人,然后这里呢Wawala呢可以跟动词联用,也可以跟名词联用,然后我们要举一个例吧,叫Kanewala, Kanewala,Kanewala,这些呢它可以变化的,Wawala呢是单素,Wawala呢是福素,比如刚才呢Kanewala,叫吃饭的人,Deknewala, 我们可以变化的人,我们可以变化,我们可以变化,用一个动词加上这个Wawala呢可以变化成很多词,Chate,Chate呢是想要想的意思,这里呢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意思, 这些单词,这些单词呢,很简单,大家把它记住的会更好,学起来那就会比较容易,我们再看下一组,下一组,这个叫 me,me,me呢跟me,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写法不一样,这个呢,me是在什么里,如果读成me,那是我的意思,如果读成me,那是我的意思,如果读成me,那这里的me,那就是我的意思, 但是呢,他的写法一样,那是读法的,不一样,这里是在什么什么里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操一个句 所以说,大家读的时候要注意,我和在什么什么里呢,他的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读法呢,发音上呢,有一定的区别 我们在,根据上下文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代词呢,还是戒词 这个,amthorpar,amthorpar呢,它是一般通常的意思 通常呢,我在家吃饭,我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amthorpar me gar me kathathun,我在家里吃饭 我呢,通常在家里吃饭 我呢,通常在家里吃饭 me gar me kathathun,我在家里吃饭 如果加上这个amthorpar me kathathun,我在家里吃饭 这个,根据呢,是一个阴性的词,它是嘎的变化,嘎变过来的 那相当于汉语中的,得的意思,什么什么的意思 还有它的浮速呢,是ge,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ga,然后它有三个变化 一个是ga,一个是ge,一个是ge,就是有它的阳性,有阴性,还有浮速 那阴阳性,都是一样的,surohu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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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开始的意思,它是一个组活动词,表示开始开端的意思 开始开端呢,它,surohu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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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大家照一个句 我开始学习乌尔读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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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Onghi呢 Onghi呢它是他们的意思 是一个代词 他们的意思 这些呢是一些常用的单词 我们在前面呢 可能前面有一个对话 我们先看了单词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宰身 Zabahagarna 那些单词呢 是这个里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 Zabahagarna是宰身的意思 宰身呢 在这里有一个图 你看这个 这个母身宰身呢 是有条件的 它有四个条件 但我们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 它该注意该怎么来宰身呢 这个呢是一条一条牛 然后呢很多人把它压在地上 然后用专门的人来宰 就是宰呢是不像其他的 它宰呢一般是宰脖子上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呢一般它宰羊 宰牛呢 它是在早上宰 一般呢我们就是穆斯林 它们宰身的选择在早上 这个呢是通常的意思 刚才我们说过了 Amturpara Subbame Zabahagrteh Subba是早上的意思 Zabahagarna是宰身宰东西的意思 宰机呢也可以 也是有这个Zabahagrteh Zabahagarna 然后呢第二呢 它是必须朝向西方 Makhrib Ghi-Torif Makhrib Ghi-Torif 这个也就是说 一般宰心呢 它是朝向西边 就是西方 为什么要朝向西方呢 因为以前的 朝向卖家 那个朝景的地方 所以说宰东西的时候呢 必须朝向西方 这个朝向西方 Makhrib Ghi-Torif 然后呢第三个它是 Allaginam Ghi-Sat-shurwa-hunna-chiha-hi Allaginam Ghi-Sat-shurwa-hunna-chiha-hi 这个呢就是必须要以 Allaginam Ghi-Sat-shurwa-hunna-chiha-hi 在山的时候 必须要 也就是要以这个名字开始呢 它才是活法的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穆斯林呢 它吃呢 非常讲究 也就是说必须要吃 合法的 非法的 它非 合法的呢 一般我们那个食物上呢 它就会有 Halali 和 Haram Halali Halali Halam呢 它就是非法 合法之产 然后呢 第四个呢就是 Ghost-aura-jum-ra-un-chiha-hi-fa-ru-hat-nah-hen-ker-si-k-te-hi Ghost-aura-jum-ra-un-chiha-fa-ru-hat-nah-hen-ker-si-k-te-hi 就是肉和这个皮呢 不能够出售 就是说 载身的把这个羊皮牛皮 和这些肉呢 不能够 用去 就去 拿去卖 就是拿到市场上去卖 这个呢是不允许的 肉呢 皮子呢 不能拿去卖 这个呢也是 载身的一些 所以说 它是它的经济 或者是 它的步骤 它必须这么做 这个呢就是载身结伤 我们要必须 我们去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刚才呢 有一个词 叫 Faruhat-nah-hen-ker-si-k-te-hi Faruhat-gar-nah-hen-ker-si-k-te-hi 它呢是一个 就是说 不能出售 这呢是一个巨型 就是 第一 Nah-ahh- metre-chi-k-te-hi-k-te-hi ki-i- hai-ni-k-te-hi-n-a Ми-hi 他能够 把呢 去掉 然后 它的 员 原型呢是 Nil hai-chi-huri khat-k-te-hi-n-ash. 它是销售 出售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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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凰 卖 启 相当于汉语中,不,不是,没,没有的意思 这个是否定词,来云 这个否定词可以把它加在动词前面 就把这句话又肯定变为否定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来云去掉了 可以出售,然后我们把它加在哥尔拉的前面呢 叫不能出售 第三个呢,这个Signa Signa它的原型是Signa Signa是Signa的现在是动词 这个词非常特殊,它是情态动词 然后它和这个动词连用呢 它只能用词根,也就是格尔拉的词根的格尔 也就是说必须 Faruhatgarna Signa 连用的时候呢,必须把它去掉 然后用Faruhatgar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操一个句 我可以去 我可以来这里吗 我可以去市场吗 我可以去市场吗 这些呢,就是这个Signa的一些变化和Signa联用的动词的 然后呢,我们把那些肉宰来呢 宰了以后呢,我们肯定要吃 就像巴基斯坦的天气非常热 然后又储存呢 又不像中国冷藏室,冷藏室很多 然后呢,宰出来呢 必须把它 怎么处理掉呢 是吃掉呢 还是盯掉呢 还是卖掉 卖呢 刚才我们说了 肉不能卖 第一呢 这个肉呢,统称Ghost Ghost 就是牛肉啊 羊肉啊 骆驼肉啊 这些肉呢 我们可以把它拿来 第一 自己吃 第二 自己呢 叫Hud 就是Hud Hud Hudkan 自己吃掉 第二呢 给亲戚 Rest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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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亲戚 第四个呢 给朋友 Dostadar 给朋友 朋友呢 叫Dost Dost 可能在很多地方呢 也会听到一些 第四呢 我们给救济那些穷人 就是给穷人 失神给穷人 我们要给穷人 穷人怎么说呢 Harib Harib 是穷人的意思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们再来读一下 所以说呢 这些肉呢 可以给这些人 第一个呢 Hud 自己 Restadar Dost 朋友 Harib 也可以给穷人 所以说呢 伊斯兰教呢 或者是 这个 载身节上呢 这些肉 也是比较有讲究的 如果我们去到 伊斯兰国家 或者是说 我们 有机会去到巴基斯坦了 那么我们就 学过 学习过呢 我们就知道 这些肉呢 我们不能 就是说 乱处理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呢 然后呢 把这些肉 处理了 然后我们该怎么 我们怎么过 宰生节 宰生节那天 巴基斯坦人 是怎么庆祝的呢 然后他们 这个那天我们 互相见面呢 都会互相问候 就是说 互相打招呼之后呢 他会说 Edenbart Edenbart 就是说 宰生节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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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说 翻译成 宰生节快乐 Edenbart 就是说 我们互相见面呢 问候 然后呢 他们会 穿上各自的新衣服 Niya Kapra Pah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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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要穿新衣服 Niya 那是新的意思 Kapra 那是衣服 Pahana Pahana 那这个是一个组合动词 叫穿的意思 Pahana 是穿的意思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色 它叫Hushbunla Gain Hushbunla Gain 就是说打香水 表示极庆 所以说 到清晨四南 都会 闻到很香 因为每个人都打了香水 然后呢 他们穿的衣服呢 就是这种形式的 叫Bafo 它是一套的 一般以白色为主 就穿着这个衣服呢 到清晨四里面 去庆祝 再生结 我们再看下一 这个 Aid al-Rawah Hitidin Harm Sman Pa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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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hbunla Gain Namaz Pahana Masjid Jade 然后呢 Aid 那天呢 很多穆斯林 非常高兴 每个穆斯林 都非常高兴 穿上新衣服 然后打上香水 擦上香水 擦上香水 然后呢 Chichin Namaz Pahana Namaz Pahana Namaz Pahana Namaz Namaz Pahana Aid Mubarak 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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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d 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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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穆斯林那天,就是过宰生节那天,他们互相之间的问候,互相之间庆祝,这样一种方式来庆祝。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图图片,这个没有图片,这个是一个对话,Said和Yusuf的一个对话。 然后我们做宰生节呢,还有最大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做宰流宰羊,然后我们要做饭,然后这里有一个对话。 今天你们吃虾?我吃虾西亚的土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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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他们对话说的是什么呢? Said说, 今天你做了什么? 今天你做饭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Yusuf怎么说呢? 我做了巴基斯坦的手抓饭 这个Palao是手抓饭的意思 Pakaya是Pakana的变化 它是烹饪煮的意思 Said说, 我喜欢中国口味的 Yusuf怎么说呢? 没关系,我给你做中国的 Yusuf怎么说呢? 这个巴基斯坦的人非常直接 也就是说, 不像中国人很堪虚 别人邀请了, 比如说, 你吃饭了吗? 没吃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但是呢, 肯定中国人没吃呢 他肯定说, 他吃了 中国人非常客气, 非常含蓄 但是呢, 巴基斯坦呢, 从不客气 就是非常直接 我没吃呢, 只要人家一叫 我马上就去吃 即使饭不够呢, 我也吃 他非常直爽, 非常直接 坦诚, 大方 这是巴基斯坦人的性格 邀请对方呢, 就是不拒绝 然后呢, 他说 Take it 然后呢, 他说 Take it 好的, 敲鲁 好的, 我们走吧 然后呢, 这个呢, 是 Said和Yusuf的对话 我们来看, 他里面的一些单词 Up呢, 是第二个人称 带词, 他表示尊重有礼貌 这种意思 Up呢, 是您的意思 相当于汉语里面的您 就是在心字底的那一个您 您的意思 其他呢, 是 你问带词, 表示什么的意思 或者, 他也可以表示什么 也可以什么什么的, 表示提问 其他呢, 比如说 其他呢, 比如说 其他呢, 你叫 你怎么样呢, 你是什么情况呢 相当于, 一个 你问词, 就是你问带词 什么的意思 Ap kyanam he, 你叫什么名字 Ap kyanam he, 你叫什么名字 Ap kyanam he,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然后呢, 这个 其他呢, 就看我们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放在前面呢, 词头呢, 它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也有什么的意思 如果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上下围来 看它到底是什么的意思呢, 还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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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麦, 麦呢, 是我的意思 刚才我们也说了, 麦呢, 那是在什么里 它是一个戒指 这个, 麦呢, 是我的意思 第一人就是我 这里, 呢呢, 那是, 麦呢 我呢, 我呢, 吃了一块肉 这里呢呢, 是表示主语的标志 它没有实际的意思 它只跟这个, 敌人之我呢, 联用 这个, 麦呢, 算是一个戒指的短语 相当于为了是中汉语里面的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意思 就是英语中的for, 这次for的意思 这些重点的词汇嘛,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记住呢, 我们说起话来跟别人交流起来呢 也就非常容易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陪伴 今天是在下集中的词汇 继续了 今天是在下集中的词汇 尔顺 感谢观看